这个呢也是16世纪初的 断带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在这个侧面呢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呢这块雕塑是2003年 一对加拿大夫妇 在巴黎北边的救货纸上讨到的 花了多少钱我们不知道 因为加拿大的这对夫妇呢没有说 他是捐给卢浮宫的 捐给卢浮宫后 那么这块雕塑普遍认为是米开朗基罗的东西 但是呢有五个专家三个同意是米开朗基罗的东西 两个对不起三个不同意是米开朗基罗的东西 两个同意是米开朗基罗的东西 但三个不同意的是谁呢 这三个不同意的专家是意大利人 那么为什么这幅雕塑很小哈 放在这小柜子里 但是呢它是个木雕 外面这一层是泥 然后在泥外面又上色 这是符合什么呢 符合当时这个佛罗伦萨人啊 家里边如果有一个小礼拜堂 大家是非常推崇这件事情 也是非常向往这件事情 但是呢不是所有人能能雕得了那么大的雕塑 所以呢用木头 请人雕一个小的摆在家里的小礼拜堂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它用木雕 外面用泥 这是符合16世纪初的工艺的 接下来外面在上色 我们能看到上面还有上色的痕迹 包括钉子钉过的痕迹 脚上手上都有钉子钉过的痕迹 说明之前是有十字架的 为什么 反正我个人啊 跟法国的专家一直意见是一致的 就是这是米开朗基罗雕的 一个小件 给平民 或者是给商人雕的一个小件 为什么这样 也是卢浮宫 为什么要把这个雕塑摆在这个位置 我们到我这个侧面来看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看到了吗 这个小雕塑 胸肌 腹肌 斜方肌 肋肩肌 腹部的处理 小腹的处理 腿部的处理 肌肉线条 膝盖 以及小腿 一直往上肩膀 整个人身上 男人身上的肌肉线条 的处理方式和远处 我们在这个角度去看 米开朗基罗的奴隶 这幅雕塑 再清楚看 每个人雕塑的特点 就像他的笔记一样 就像他的字体一样 是很难改变的 我们看这块雕塑上 他对腹部肌肉 肋肩肌和胸肌的表现 以及腿部的形态 肌肉形态的表现 是不是 异曲同工 一模一样 这就是 为什么大家断定 那个应该是 米开朗基罗 原作的一个 重要依据 好 谢谢大家 之后 我再持续地 给大家介绍 其他的作品 敬请期待 谢谢